这个男人应该是柯南里死的最香的受害者 而不是美版柯南里死的最美味的受害者 因为他在演出时被当场垫熟了 可蹊跷的是 乐团其他成员却都没有事 还暗自窃喜的跟警察说 他们可能是运气好吧 所以才没被垫死 然而站在一旁的女主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他天生拥有一双 能判断出对方是否说谎的眼睛 就像前王百姬里的蒂姆罗斯一样 而刚刚乐队主唱就明显说了谎 他根本就不是因为运气好 那他到底是为啥说谎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场意外压根就不是意外 而是一场丧心病狂的集体谋杀 于是为了找出主唱说谎的原因 人肉撤谎一查例便开始了暗中调查 他看着刚刚拍摄的照片 好像哪里透露着一丝诡异 可他想抱脑袋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只好继续跟着乐队 去往下一个酒吧巡回演出 因为他的工作是乐队的临时清闸工 所以要形影不离的跟着乐队 然而这一次乐队的行程却有所不同 他们并没有直接去往酒吧 而是先去了录音棚录了一首新歌 其中查理只是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 估计能登上年度Stock Top 10音乐榜单 然而就在乐队录完新歌 就往此次演出的酒吧后 查理却在收拾垃圾时 意外发现了这首新歌的歌词 怎么和他车上的临时标语这么像呢 果然这部片不知道一瓶吓一跳啊 零食标语竟然和新歌歌词一模一样 难道这首歌是鼓手写的 因为这些零食可是鼓手在他车上 吭吱吭吱炫了一道才留下来的呀 于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查理直接找到主唱 打算用雪人眼睁死他 可没想到啊 主唱竟然主动承认了 对对那首新歌就是鼓手写的 好家伙 突然的一句真话让查理功力瞬间减半 好像老嫂子已运撒三年一样白痴的问出 那版权呢 新歌如果是鼓手写的 那你要尊重原创作者啊 好家伙吃话一出 直接点燃了主唱的嘴炮模式 狂喷闹 你和我谈如果是吧 如果当初鼓手那小憋三 没有酷鸡尿定的求着我 唱我的经典名曲 丁淑基脑袋的高潮部分 如果谁对的技术员没有离职 检查了中耳的音箱设备 就不会发生意外 鼓手也就不会死了 那么这个成名机会 就一定是属于鼓手的 但是没有如果呀查理 鼓手死了 这个机会总不能浪费了吧 停停停停 此时的查理脑袋都快炸了 因为刚刚主唱一共就说了两事 却都撒了谎 成名机会 老黑离职 而更巧的是 查理转头就在拐角遇到了爱 而不是碰到了离职的技术员老黑 果然他并不是另谋高旧 而是被主唱随随便便 找了个借口就被开了 于是查理借着老黑的委屈劲 顺便打听起了舞台漏电的事 原来啊 舞台漏电的确存在 因为以前的老旧设备都是两项电 也就是插头 是两根柜柜的那种 演员一旦插反就会漏电 不过鼓手的那些设备 他都检查过了 都是三个插头的 也就是说永远不会漏电 所长还给查理看了一眼 他在网上收到的一个同款音响 可查理定睛一看 哇 这哪是同款啊 这不就是鼓手的音响吗 原来他没被警察收走 而是被人放在了网上售卖 上面还沾着鼓手的血迹呢 原来啊 在上一场学演时 约队因为迟迟迟迟迟连经典名曲 丁苏基闹呆 导致一名观众被激怒 用钉书器砸伤了鼓手的头 血呢 也就这么的滴在了音响声 而麦家正好就是乐队里的吉他手黄毛 好假 查理顿感不妙 难道是音响被人动了手脚 于是为了证实这一点 查理偷摸潜入了乐队的房车 果然 音响插头有被动过的痕迹 而更离谱的是 黄毛正在创作歌曲 而歌词明显就是在忏忽一样 什么死亡地狱垫死了一只羔羊 什么地狱里有我一席之地 有了这些证据黄毛便成了第一嫌疑人 而主唱却在听完查理的分析后啊 气得差点背过气去急忙解释 鼓手的死就是个意外 设备出了故障谁都不想啊 而且漏电那天他们几个也都在 也就是说谁都有可能被电熟 你看我的鞋金属的 哎 此话一说 查理好像被屁崩了一般 想通了什么 于是他急忙找出那天的照片 仔细研究了一番 哦 查理微微懂了 原来是乐队的其余三人 都莫名其妙地长高了不少 因为查理层记得 集团手黄毛 每天都会和技术员嚷嚷着 麦克风千万别调太低 因为他有腰肌老鼠 不能哈腰 可照片上的黄毛 却明显比平常高了十厘米 绝不可能是因为他没洗脚 脚春的厚度吧 那他的脚下会是什么呢 突然查理想到 骨手在生前有个癖好 那就是会在椅子下面放一个运动相机 随时来记录自己的踩点是否正确 那么现在如果运动相机还在 那真相将会浮出水面 好家伙 查理彻底懂了 原来当天另外三人都穿了十厘米厚的 萨玛特高跟鞋 只有鼓手一人是光着脚 所以只要是开启连电开关 那鼓手将会必死无疑 而凶手的三人动机则是要霸占鼓手的新歌 对吧 这段细节查理都整理好了 原来20年前他们的乐队也曾辉煌过 靠的就是那首丁苏基脑 只不过那首歌根本就不是他们几个创作的 而是一个已经离队的女辈斯手 随着创作者的离开 版权也随之而去 虽然乐队每次演出都会用这首歌调动观众的情绪 但他们却一分钱都拿不到 最终几人沦落到在工厂打螺丝为生 可人到中年 主唱还是无法接受 自己其实并没有才华 想靠着新作促销女孩 重回巅峰 女色便在一周前重新召集乐队成员 女主查理和新鼓手呢 也是在那个时候被招入麾下 可思雨愿为新歌的反馈一塌糊涂 观众只愿意听丁苏基脑 恰巧新来的鼓手即兴发挥了一段新写的歌 随着音乐响起 主唱两眼放光 这不就是他苦苦寻求的神曲吗 于是为了不重蹈负责丁苏基脑台的悲剧 几人便想到了一个谋杀计划 将鼓手的作品赞为己有 而接下来他们要做的 就是先开除技术员老黑 再把鼓手的音响改动一番 最后三人换上特制的鞋子防止触电 即使只要鼓手按照主唱的安排 唱出了最后一句经典歌词 那这场意外就可以完美收官了 剩下的事就是重操一遍歌词 再由三人共同签下署名 烧掉原稿 不过嘛 这些只是查理的猜测 根本就没有确凿证据 反倒是自己因为惹怒了主唱 而被扫地出门 难道真凶就此逍遥法外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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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新歌大获成功之时 网络上却涌现出了一批博主 疯狂揭露这首歌其实是抄袭 原来啊 鼓手写的这首歌不仅是歌词 是临时广告上的标语 就连曲子也是套用的 不说百分之百相似 那也是一毛一样了 而更重要的是 其中还有一个博主 竟然是破案类的博主 得到这么好的题材 当然是大巴特巴死劲吧 直到将三人的阴谋公之于众 千万播放才更罢休 对 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女主 人肉策谎以查理爆料出去的 虽然没有亲眼看着真凶 被绳子依法 但也算是替天行道 看到这就会有小伙伴问了 为啥不直接报警呢 那咱就喝出来我的嫉妒条了 给你叨叨一下 因为女主在扑克脸的第一集中啊 就因为意外害死了当地老大的儿子 而不得不踏上了一次逃亡之路 因为他身后还有个杀手正在追杀他 为此查理不能用手机 不能用信用卡 只能到处打灵工赚点路费 然后再次上路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女主查理 她又会遇到怎样离奇的案子 和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呢 我们下一集见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请搜索你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正确咖啥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